巴世界娱乐生活志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芳蓉 大家好 我是黄炫婷 我是Desmond 陈总强 大家好 我是Sharry周志慧 我是芳展发 我是何盈盈 我觉得是D 因为不是说我是有什么好隐藏的 只是我觉得他这样子就有点不信任我 所以这个我就无法忍受 可能如果真的要我选的话 我会选第二个 就是吃饭的时候刷手机 因为我本身家里的教育就是 吃饭的时间就是要注重家人 还有家人互相聊天的时间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 尤其是我现在工作了 很少跟爸妈在家里吃饭 所以就是我们要趁这个吃饭的机会 跟大家彼此相处 所以如果我另一半 一直刷手机的话 我会觉得有一点没有礼貌 最不能忍受我应该是A吧 因为其实我对我手机 我觉得还把它当作宝贝的 我很会照顾我的手机 我都忘了最后一次掉手机是什么时候 所以这个东西是我的一个 癖好 不是癖好 就是说一个怪癖 一个怪癖 我不允许人家掉我的手机 我目前来说会选A 因为我刚刚拿到我的新手机 我最害怕的就是把它摔坏 所以那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会把它握得紧紧 我会不大喜欢当我们吃饭的时候 老婆在玩手机 我已经有很少的时间跟她在一起 当我们在一起 我比较希望她可以尊重我 比较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我觉得是不小心摔手机 因为我觉得手机对我来讲 真的是我的宝贝 其他的你要看我的通话记录 还是我的照片 不要紧了 就是不要摔我的手机 是年轻人的吗 因为刚才都是甩手人 所以你说她 这个地方我们在一起 觉得我的手机就像我的情人 因为无所不在 然后我是那种会带着手机去睡觉的 所以手机几乎都不理神 所以手机算是像是情人吧 老婆也习惯了啦 就是习惯我就是工作需要用手机 然后偶尔也会不小心上瘾 就一直在滑手机去看视频啊 看照片啊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 Love Hit Relationship 因为有时候真的要懂得 什么时候放下手机 所以重点是要懂得 在什么时候放下手机 应该是家人 因为每天都一定要 看她过得好不好 非常的关心 然后去到哪里都要带着她 就好像是一个家人 我非常非常爱 非常非常依赖的一个家人 我想要说是冤家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会太 太迷着用手机版 如果真心要回答的话 我觉得是情人 因为我的手机是一直不理我的手的 我觉得应该是A朋友吧 因为我觉得我和我的电话呢 我是以一个Balance的一个relationship 来对待 所以如果我有需要用的话 我会非常的爱 非常的去去选择 去去学怎样去使用 所有的功能 可是如果我需要一点时间 是如果是跟我家人朋友 花时间一起玩的时候 我就会把手机放下来 关注我的家人还有朋友 我其实有第五个选择 她是我的孩子 她是好像我的女儿 我要呵护她 我要保护她 我又爱她 不过不是像情侣的爱 我觉得我跟我手机是冤家 因为有时候我喜欢她 有时候我真的希望我可以 关电话 不要接 我有问题 那是不是发简讯 现在不是你问的问题 现在不是你问问题的时间 那现在是不是 其实是发简讯给你的人 才是你的冤家 看是谁 我们经纪人就站在旁边 不懂是不是说她 我没有 没有